歡迎收看Mr.Chan英文教學之文法無量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要到我們Mr.Chan教英文的時間了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文法單元裡面 要跟各位介紹有關於這個複合關係 複合關係詞的這個用法第四支 那麼在前面我們已經陸續談過 有關於複合關係詞的基本定義及用法 那麼它可以引導所謂的名詞詞句以及副詞詞句 那麼上一次我們介紹到引導所謂的副詞詞句 也就是複合關係複詞引導複詞詞句的用法 那麼上次提到有關於這個 No matter what 這樣的一個複合關係複詞 那麼緊接著今天我們將繼續介紹有關於 這個No matter who No matter whom 以及No matter which 三個複合關係複詞的用法 以及它的功能如何運用 當然也希望如果今天的這個節目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繼續 談論到有關於複合關係複詞的用法第四集 從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o matter who 它的用法 我們看一下用法 由於who是疑問代名詞 我們知道who是疑問代名詞 具有名詞的功能 那麼 固在引導的複詞詞句中 注意我們這邊所談的是複詞詞句 引導複詞詞句中 要做主詞或逼動詞的補語 我們一般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只要當名詞 一定要主詞 授詞跟補語 怎麼這邊只提到這個所謂的 主詞跟逼動詞的補語呢 因為它的授詞的部分 有一個專門的這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No matter who 那如果各位印象還深刻的話 在我們那個國中講到關代 關系代名詞的時候 我們說主格的who 也可以代替who 主格同時可以代替受格 但是在這個地方 複合關係詞的用法裡面 它是分開的 因為它有一個專門的who 所以如果是No matter who的who的話 它主要的功能是有做主詞或逼動詞的補語 因此who是主格 不可以做受詞這個特別注意 跟關代不一樣 在這個地方它要求比較嚴格 它分開來 那麼有主格who以及受格的who分開來 好 那麼既然可以當這個主詞跟逼動詞 的這個補語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個例句 第一個 我們做主詞的時候應該怎麼使用 來做實際操作 第一個 不管是誰做的都得負責任 No matter who 不論是誰 No matter who 做這件事情叫does it 這個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 一樣是用所謂的單數 who是指單數 所以用does 三單 does it No matter who does it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他都必須為此事來做負責 好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它引導的這個 那麼它所引導的這個 這個 No matter who 這個是主詞 這個地方who是擔任主詞的功能 後面是動詞 第一個who是組合的功能 然後這個 整個呢就是一個所謂的 副詞子句 no matter who 所引導這個是副詞 這個是子句的部分 這個是主句的部分 那麼只要是引導副詞子句 我們之前也學過 那麼主句跟子句可以對調 所以我們把主句移到前面去叫 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把子句往後 那麼子句往後的時候 那個no matter who 還可以 這個合併成一個字叫 whoever 可以引導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變成一個whoever 也就是我們把no matter who 直接變成whoever 那移過來 whoever does it 也就是子句我們 從前面掉到後面來 中間這個多號拿掉 跟我們這個 之前學過的這個所有引導副詞子句 because 或者是allow等等都一樣 只要是 連接詞跑到前面的時候 中間多號拿掉 連接詞一移過去的話 中間多號就出來 這是副詞子句的特性 副詞子句 好 那麼這第一個 我們用no matter who 來當主詞所引導的副詞子句 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做b動詞的補語 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你是誰都該教作用 no matter no matter 你是誰 who you are 好 這個b動詞後面少一個 所謂的補語 這個補語跑到哪邊去呢 補語就是no matter who 所以我們先分析小的這個功能裡面 這個no matter who的who 是擔任這個整個子句的一個補語 no matter who you are 後面少一個補語就是who 好 那麼這個是整個大的句子裡面呢 當然它所引導的又是所謂的副詞子句 這是子句的部分 這是主要子句 同樣的我們可以把主句跟子句對調 那麼就變成了 你應該use your hand in 繳交你的homework 作業 這個移到前面來 主句 子句移到後面來 那子句的部分 no matter who 我們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可以把它合併成whoever 無論誰呢 who no matter who 把它合併成 no matter who 變成who whoever you are 一樣 這個是當它的這個補語 就變成了 you should hang in your homework whoever you are 當然中間多號拿掉 這是非常重要 好 那麼這個是有關於這個no matter who 可以擔任 阻隔 以及一個這個補語 兩種功能 名詞子句的 名詞的這個兩種功能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no matter whom 的用法 no matter whom 我們剛剛說過 它主格跟受格是分開的 who 專門擔任受格的功能 受格 好我們看一下 那麼由於who 是受格的疑問代名詞 具有名詞的功能 故在引導副詞子句中 要做受詞 而且它只能擔任受詞 因為它主詞跟補語 他都不能擔任這個主詞跟補語 我們用who來代替 所以受格的部分 專門用who來取代 好我們來做一個例句 不論你喜歡誰都跟我無關 no matter whom who you like 好這個地方有一個主詞 有一個動詞 少一個什麼 受詞 受詞就是 who 所以no matter whom 的who 在這個地方當受詞使用 整個又是一個指句 副詞指句 這就一個主句 主句跟指句對調 就變成了 it is none of my business 跟我一點都沒有關係 那麼都與我無關了 所以變成 it is none of my business 好把詞句往前移 就變成了 我們把這三個字合併 叫whomever whom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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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ike 不論你喜歡誰都跟我無關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把它這個 來做一個這個 主句跟詞句的對調 形成了所謂的這個 這個引導複詞指句的部分 就變成這個樣子 引導 兩邊主句跟指句對調 那麼這是我們講到的 有關於whomever 當受詞的用法 再來第四個我們講到 no matter which no matter which 那麼這個用法 當然我們知道which 那麼都是代表物的情況 那麼我們看一下 用法 which是疑問代名詞 具有名詞的功能 顧在引導的複詞指句中 要做主詞 受詞或逼動詞不移 也就是說 這個which就沒有像who這麼麻煩 人來講的話 它有阻隔有受隔 但是如果以which來講 它是主詞受詞不移 同一個 這個就方便多了 好方便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分成三個功能 我們把三個功能來代換一下 第一個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第一題例句呢 是怎麼樣 無論要用哪一個 先檢查一下再說 no matter which 那麼無論哪一個可能會被使用 may be used check it first 先檢查再說 check it first 好 那麼我們這很明顯 這邊有一個主動詞 這邊有一個 B動詞被使用 那麼這B動詞在這裡 主動詞在這裡 這個一定是擔任什麼功能 主隔的功能 主隔 no matter which no matter which 擔任主隔的功能 同時又當是 no matter 放上去又等於是 一個連接詞的功能 所以同時就有連接詞跟 主隔的功能 主隔功能 check it first 先檢查 現在我們把兩邊 這個又是指句 跟主句 主句跟指句對調 就check it first no matter which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字叫 which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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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be used 不論哪一個被使用 都要先檢查 安全為上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whichever 這個may be used 那麼這個是主隔的功能 主隔功能 一樣對調 中間多號拿掉 連接詞在中間的時候 好 那麼第二個擔任 souls的功能 我們再看一題 不論你要買哪一個 務必求實用 no matter which 好 不論哪一個你想要買 you want to buy buy後面少一個售詞 少一個售詞 buy something 這個something 就變成了 which 所以 no matter which 擔任這個buy後面的一個 受格 受格使用 就是受詞使用 好 那同樣的這邊又是指句 只要連接詞 後面這句都是指句 連接詞在no matter which 所以no matter所引導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 副詞指句 副詞指句兩句對調 就是 you must make sure whether it is of practical use practical就很實用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兩句來對調的話 這個地方 把這個 主句往前移 you must make sure whether it is of practical use 好 那麼把no matter which 變成一個叫whichever whichever you want to buy 你要確定實用才可以買 好 buy whichever 所以這個是主句跟指句對調 多好拿掉 第二個 剛受詞的功能 第三個 逼動詞的補語 no matter which which 又來了 好 這個第一句句 不論是哪一個我都不喜歡 好 which it is 好 不論它是哪一個 i don't like 不論哪一個我都不喜歡 好 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 a主詞 b動詞 b動詞後面 已經加一個補語 這個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就是 no matter which 這個來擔任 補語的功能 補語功能 好 哪一個我都不喜歡 好 pushable 那麼 好 這個就是有關於我們講到的 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 複合關係附詞 三個 第一個 no matter who no matter whom 以及no matter which 三種 功能 那麼只有在這個 這個 who跟 whom的地方 我們要分開使用 如果是 quish的話 他同時擔任主詞 主格 受格 跟 補語 三個功能 好 那麼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所帶來有關於 複合關係 這個 複合關係詞 的用法 第四集講到這三個 接下來我們還在談論到 有關於一個行動詞的功能 可以擔任行動詞的功能 以及呢 還有這個 擔任這個所謂的 複詞的功能 這個呢 也就是我們也可以這個 有一個叫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how 那這個no matter how的用法 就 有點複雜了 所以說我們會把整個 關係複詞的用法 那麼 依照順序 逐步 逐步的把它 完整的介紹 當然也希望今天整個 影片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 最新最新新都不能再新的影片 期待下次文法課程見面 謝謝